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手机分离焦虑症 就是你手机找不到了 你不在手边丢了 你会不会很焦虑 你一会儿看不见手机没信号了 没有网了 手机快没电了 你会不会紧张慌张 这一类 国际上有一个专门的设计的一个名词 叫NOMO FOMBIA 这是2008年英国对2100个成年人做的一个社会调查 当时英国是有51%的被调查者 确实有明显的比较严重的手机依赖 如果手机突然没电 或者说没有网了 或者手机不在手边 找不到了丢了 你会非常的慌张焦虑 有这种症状 51%我相信现在可能更多 因为现在人们用这个手机的频率和依赖更明显 包括我自己 也想过 你看我做YouTube用手机的录像 你说看推特 看那些社交媒体 有的时候看新闻 有的时候看新闻 我倒是用这个电脑 然后比如说以前带团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那手机就离不开 就是因为你会把你的这个手机号告诉所有的游客 我手机号多少 在华盛顿纽约这些天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我 如果你们自己走丢了 找不着找不到了 迷路了 赶快给我打电话 所以你手机就不能离手 有的时候你还要及时查什么餐馆啊 路线啊 Google Map呀 然后这个酒店的这个订房信息呀 航空公司的这个到达和起飞的时间有没有延误啊 你随时都要盯着手机啊 你就离不开这个东西 还有包括像我开Uber的时候 那更不用说 那手机往那一刻 你就去看着他随时点啊 他给你导航啊 你这东西就离不开啊 那么在这些手机严重的这种依赖当中呢 有几大类啊 第一类呢 是工作需要 这是一大块啊 工作需要啊 收发邮件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是工作需要 第二一大类呢 是家人联系 家人朋友的及时联络的信息 情感需要 也包括情侣和恋人之间的诉说 爱意的表达 其实我回想起来啊 像我这个年龄段啊 在2000年左右开始谈恋爱的啊 确实这个手机充当了很大的一个角色 因为你有手机呢 你就随时发信息啊 你睡了吗 你吃了吗 你想我了吗 我想你了 今天晚上咱俩去看电影吧 都是通过手机啊 甚至就是有一些刚刚开始认识的 那时候有这个介绍对象的 也有 那你这女孩叫那个小张 你他手机号多少 你手机号你们俩就自己联系吧 约时间见面吧 就不用像以前 以前像我老娘给人介绍对象 都是男女双方约啊 登个自行车 再拿公园门口见面 我们我们老娘的去 哦 这是小赵 那是小赵 这是哪个单位 行 你们认识一下吧 然后你们这个聊一聊 两个人推着自行车 像我们当时也有啊 那就是告个手机号就完了 然后给人发个短信啊 这个我是小红啊 你是不是小黄 哦 小黄你好 我是小红 我是谁谁介绍的 你看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啊 咱们去哪吃个东西什么什么的 哎 就通过这个 然后依次见面之后 如果感觉不错呢 哎 第二天又发短信联系啊 昨天你吃的好吗 怎么怎么样啊 你愿意咱们再出来见个面吗 如果人不愿意呢 人就删了啊 就是手机啊 充当了很多的这个角色啊 他有情感需要 第三一个呢 生活需要也很重要 生活需要 比如说有些人看什么天气啊 每天要看天气啊 还有什么打折信息啊 买东西啊 购物啊 用用这个啊 还有现在国内扫码啊 这这些啊 还有像我现在有的时候用就是我女儿上学啊 他这个坐校车 校车那个app啊 每天提醒 然后包括学校给你发的一些新的 消息 校车每天几点啊 从那出发了啊 几点你会看他的动态 快到那个校车站了 你赶紧过去到那去接他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也要及时盯着啊 还有一类呢 就非常特殊的罕见的 全世界没有的 只有在中国有的 就是政府管控需要啊 健康码 这个东西全世界没有啊 独一份就在中国 用这种电子镣铐牢牢把你锁住啊 你没这健康码 疫情这三年 你哪也去不要 我看过一些网上的 推特上的网上的一些消息啊 一些视频 有的那些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的 真的挺惨啊 就逼着他 你必须得有这个 没这个你就哪也不要去啊 真的是挺过分的 而且这属于强制性了 有点强制的啊 这个东西像我回国期间 我就感觉没有手机 你在中国没办法行动的 骚马啊 什么刷脸啊 什么这个那个都需要这些东西啊 这个真是挺麻烦的 如果你看我觉得 如果在美国 我没有手机的话 可以啊 现金对吧 消费我们这信用卡 你没有信用卡 现金也能消费 然后你坐车呀 很多东西是可以的 并不受太大影响 当然信用卡影响是比较大啊 那回头以后咱再单说啊 所以呢 这些原因造成你这个手机啊 离不开手边啊 离不开手边 你必须在这个这个这个 身上在周围拿着啊 那么手机啊 这种不在身边的这种原因呢 有很多的焦虑的体现啊 有一个网站叫 HealthYD HealthYD呢 是香港的一个网站 它是介绍一些健康常识啊 什么保健药品呢 吃吃点素的呀 怎么做这些素食啊 之类的啊 它这上面有个心理测试啊 因为这个网站 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些保健呢 中中年人有的时候也经常会看看 就像我说那个 一瞬间年龄年龄大了 就是哎 这个怎么着 这这健康的小贴士 看看啊 它这上有一个测试 就是你有没有手机手机这种焦虑啊 分离焦虑 然后呢 我把这个链接呢 也会放在我的说明区啊 有兴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测一下啊 它从1到7 每一个答案都有7个选项 就是从1号到7号 你到底属于哪个级别 从轻到重的这种级别啊 比如他问 如果没办法使用手机浏览资讯 你会不会感到不自在 然后呢 比如说如果我手机不在手边 我会不会感到烦躁 还有呢 就很多的问题啊 手机就是快没电了 显示就剩2%的电量的时候 你会不会浑身的发抖紧张啊 这类的 那么手机不在身边啊 这种丢失啊 就不在你身边的这种 呃是有好也有坏啊 这种手机你离不开手边吧 我也想到了生活当中一些小例子啊 比如说以前有个电影 就美国叫cellular啊 中国呢拍的香港拍的叫保持通话 那个电影呢 就挺有意思 就根据手机 就当时那电影就是你手机绝不能断电啊 绝不能失联 因为你的手机另一端 连着一个需要你紧急救助的 被人绑架的啊 一对母女你这个电话就不能断啊 那电影拍的挺精彩的 美版的那个男主是Chris Evans啊 Chris Evans是就是美国队长啊 就是那个漫威美国队长 你可以去看看啊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 2004年 那是他不大出名的时候拍的一个电影啊 然后我用过的手机呢 呃就是也有一些老的品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阿尔卡特科剑 熊猫手机 爱立心 这都我用过的杂牌子啊 后来用的是诺基亚 就后来就一直是诺基亚了 到后来就变成现在苹果手机 熊猫手机啊 是当时这个梁朝伟代言的 就我确实我说熊猫手机 就是因为他做过那广告 我去买过那个熊猫手机 还有李文代言的科导 科导 科导 波导吧 波导手机啊 波导 波导我有同事买过啊 我是买过这熊猫 用过熊猫手机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熊猫手机啊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 你手机如果找不到 失联 这种情况呢 挺多的啊 造成损失的 就是我身边就是我太太 就当时呢 他就是我们家弄这个网店啊 帮这个我们老客户啊 他要拍卖一个参与美国的一个网络拍卖 一件东西 一件东西他看好了 然后委托我太太帮忙 然后我老婆那这呢 就弄孩子 他总是把手机也放在静音上 放在静音呢 他其实设置了这个提醒 他那个网络拍卖呢 几点几点开始 很热门的一个东西 他设置提醒了 但是他手机呢 放在静音 因为有的时候晚上哄孩子睡觉啊 他就习惯搁在静音 有时候那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不接 我说你总不接电话 他说那个孩子睡觉 我放在静音 没听到 我说你总听不到 哎呀 没办法 然后呢 他设置完静音 他给忘了 这个手机就没响 因为你听不到了嘛 其实他设置的那个事儿 就错过了人家网络拍卖 其实那是一个我们挺重要的 一个挺好的关系的客户啊 后来让人大姐挺失望的 觉得好像你们办事儿怎么这么不仔细啊 不牢靠 根本就没参与啊 后来还问我们拍到多少钱了 他们说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也实话实说 把您的事儿给忘了 孩子一闹腾啊 怎么就没没及时关注 很快 那个东西在网上开大概五分钟就就拍出拍走了 很快啊 但是那个确实那是一个那客户后来也算是损失掉了啊 也是一个事儿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因为这种手机找不到人造成损失的呢 还有一个我朋友的单位 很多年以前啊 我朋友的单位 其实这也不能算算是一好一坏吧 我朋友的单位呢 当时是他本人啊 刚到那个单位去实习 就是一个小利本啊 在人家单位刚开始干 跑跑连连呢 出差啊 外地都在他去 然后有一天呢 他们是临时有一个在河北省那一带啊 有一个他们的这个超市的货呀 出了点问题 然后他们的赶紧去给人家补货 要不然人家要罚款 他们的头上就打电话 找我那朋友 你小利本嘛 你刚来嘛 就让你赶紧去啊 跟跟着那个仓库那个物流那刘师傅 跟跟车去一块去 到那把单子交上去 把人家那个收据也拿回来 盖好那入库单什么的啊 就找不着他 其实那一天呢 他是就是他是手机没电了还是怎么样啊 就是也不觉得 因为我刚来单位也不觉得有多重要 但是那个河北省那事他去跑过几次 就找不着他 找不着他呢 人家头着急 结果就派了另外一个 这个老老业务员跟着那个师傅 跟那个物流就去了 结果半路上就发生车祸 然后车毁人亡 就是那个老师傅在那车上 包括那司机造成 就是那单位后来也赔了不少钱 但是我们那哥们呢 后来就说你说这事对于他来说 对他本人算是个好事吧 躲过了一个 躲过了一劫啊 但是你说别人 你说人家在家好好的 你让人家老师傅跑上去 结果这倒上出事故了 你说这也是个极大的损失啊 其实你说这跟手机有关系吗 就是他内心 其实这个事呢 对他还是有点心理阴影的啊 那个因为去的那老师傅 也是他的一个一个一个 带他的一个前辈啊 就是他自己觉得 其实我们那师傅 你要说不去不就完了吗 非得怎么样啊 就是这东西就是这种感觉吧 就是因为找不到人了 还有呢 就是因为这手机没有啊 失联啊 找不到阴错阳差呢 出现好的转机了也有 其实这是我朋友的一件事啊 他是在当时在北京打工 当时不好多天津人 像我这年龄带的啊 都跑到北京去上班找工作啊 觉得北京有机会 他在北京打工工作的时候呢 也是在一个一个一个私企吧 在那上班 坐地铁啊 晚高峰啊 晚高峰坐地铁 然后就有一天呢 那地铁呢 人多呀 北京的地铁 我以前现在 今年回去好点了 没那么急了 其实因为经济不好了 我14年回去的时候 那18年 18年回去回去的时候 我那个脚不着地就进地铁啊 早高峰 晚高峰的脚也不着地就下地铁了啊 就就就这都是这种场景的 他就是那是挤地铁 挤地铁完之后呢 啪啦 怎么不知道 不小心 手机举着在车里 巴朗掉地上了 然后一堆人也是往外冲 他就拿地上的手机就出来了 出来走了 说出来走了之后呢 他都快到家了啊 他还得转个小巴 公共小巴还是什么玩意的 才能回他租的那地方 哎 手机想到 哎 哎 不是他手机 手机壳不对 那平薄也不对 哎呦 这不是我手机啊 接了接了 对面对面这个女的 说那个 你是谁啊 说这个手机是我的 我刚才手机丢在地铁里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我这哥们说 哎呦 是吗 那我手机哪去了 然后那女的说 我捡到了一个手机 但是这手机不是我的 这手机是不是你的 但是我也打不开 因为他不有密码吗 锁屏的也打不开 他说你这个手机是你的 那你方便告诉我一下 你这个密码吗 因为他只能接 他打不出去 这是我是有经验的 我在开Uber的时候 捡了一堆人的手机 就老外稀了糊涂的 就是你明明看他手机 你没办法打 你打不出去 你只能是等他打进来 你接电话行 但是他有密码啊 你没办法再拨 然后一倒 脸上一对 那女孩的手里手机 是我们那哥们的 我们哥们手机是那女孩的 两人就约个时间 这地方吧 又下了车 又回来 又又掉头回来 又回找 又跟那女孩见面 在哪交换 哎 这事一下呢 两个人见面感觉还挺好 然后聊就是聊了天啊 就说他说当时呢 就在那等车 我得约好那地方了 我得去等下一趟车 然后那女孩等那个 然后都已经很晚了 因为他们在北京北边也不容易 到家都在十一二点那种啊 然后就陪他等会儿车吧 聊聊天说说话 我问他做什么呢 哎感觉还挺好 因为我也有他手机号了 他也有我的 然后就说那你每天都坐这地铁吗 聊着聊着 两人就觉得各自都觉得感觉还不错 后来两人就真的谈恋爱了啊 然后来就结婚了 这个是一个真事啊 我觉得 阴错阳差啊 就手机拿错了丢了 造成了 就是说 形成了一段很好的因缘 那这是一个挺难得的一件事啊 另外像这个还有一些场景呢 手机必须失联 还有手机必须保持联系的 手机必须保持联系的呢 呃 我们原来有过房东福建人啊 他就是跟我说过 当时呢 就他们那个年代呢 大概可能也十年前 十多年前了吧 说办美国的这个结婚移民啊 当时他们这个给移民局的材料当中要体现 就是这个男的啊 是美国公民啊 入籍的 娶了一个中国太太 然后这个证明文件当中就得有啊 那女的呢也没来过美国 就证明你们俩怎么是恋爱啊 他有照片呢 有来往的书信呢 还有就是通话的记录 他说当时我跟谁谁啊 就他先生的老公 他说我每天打电话 他打五六个小时 我说打五六个小时 我天他不得累死啊 他说不是 他说他打工的时候呢 就把手机就是给我拨通了 然后他比如在餐馆打工吧 也拨通了搁着 然后戴着耳机 然后有时候啊跟我说两句 一会儿他就干别的下了 反正手机一直就在线啊 一直就没挂 然后我这边呢 也干干干别的干干干啥干啥 然后就插着啊 就证明我们今天聊了一个小时 聊了三个小时 聊了多少 这是一个给移民局看的一个证明文件 哦 我这才才闹明白啊 而且原来我们这个开做旅游的时候 有好多的司机啊 有好多司机 尤其是这个 古巴司机还好点 韩国司机有这毛病 他带着耳机啊 开车 一聊能聊两三个小时 你都不知道他在聊什么 后来呢 我问过他们 包括我碰到一些福建的什么福州那些司机 他们就说呢 就这种方法呢 解罚 不会困啊 聊天说话呗就聊呗 这一路上 哎 后来我觉得也有道理啊 就是开车长途车呀 他就跟你聊天啊 就是那边打电话 当然也得有时间啊 我原来试过 我从最长一次打电话是从波士顿开车回华盛顿 这个波士顿开回来呢 大概要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啊 从波士顿开回华盛顿啊 我跟我就这个这个江苏的连运港的一哥们 给他打电话 我们俩聊了六个多小时 他从吃早饭就开始听他那儿 我说你干嘛呢 我这是吃早饭呢 我说行行你哥们聊聊吧 他说怎么样啊 最近啊 就聊聊聊聊 一会儿一会儿听上厕所 哭吐哗 从厕所 一直聊着他下午 他说下午 两点多我得理发去了 一直从早上八点多聊两点多 我说行了 我说困境也过去了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开车太困啊 那是唯一个人的时候 我说我开车太困了 我说你陪我聊聊 行行行 这还有日子没联系了 你最近怎么样啊 哎 他也他也没事 那哥们啊 就聊了那六个多小时 那是我通话最长的一个有印象的记录啊 这是必须保持联系的 包括我说的这个电影 保持通话那个电影 还有呢 是要失联的 就必须失联的这种 我曾经工作上有 就比如说 我们以前遇到过啊 就是客人投诉 其实那跟我没关系 那是旅游公司订的酒店有问题 给客人 比如说答应的是这种国际五星啊 到时候那客人一看 这不行啊 那酒店标准不对啊 我就问公司老板 我说这什么这酒店 这个怎么住啊 人家 我说你别管了 你别管了 我说他给我打电话呀 我说我也没法睡觉 他说你啊 换一个酒店 你换旁边找个小酒店 你买 你把手机关上 你把手机关上 你别接他们电话 我说他不回房间 那是闹我在这儿 我说这解决又不是我的问题 他说你就关机就关机就行了 我说那怎么 他说客人再闹一个小时就累了啊 他刚下飞机呢困 他刚下飞机呢 他还有时差 他的体能的跟不上 你他大概再闹一个小时 他就回房间了 他就不闹了今天晚上他怎么样熬过去了 明天呢咱们再找酒店 我们已经计划好了 我跟国内也联系完了 说好了 第一晚上 第一晚 客人肯定投诉 那是没办法的 那么第二晚上再赔钱 国内也知道 回去再给他们补偿吧 你就关机 你该干啥干啥去 行行行 听着我就关机 然后第二天 我见着客人 客人 哎呀昨天晚上我们也找不着你啊 怎么样人生力不熟的 我们一看就没办法先忍了 回去睡觉了 但是你们这房间 我说哎 公司来来新消息了 我说您看 明天给人换酒店 然后给你们增加什么什么东西 艺人给你们补偿什么什么 行行行 那边吧 也就过去了啊 那碰到我一个啊 还有以前就是朋友哥们之间 喝酒聊天啊聚会啊 就烦这个女友啊打电话插岗 这也是特讨厌的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好了 你提前跟女友说好了 我们圈子里就有朋友这个 他女友啊 就这毛病啊 我们当时就是说好了 我今天晚上跟谁 我们喝酒下啊 别给我打电话了 明天咱再说吧 有的呢 那女友就打电话 你在哪呢 怎么怎么样呢 然后以前有个秘诀 我不知道很多人知不知道啊 就是手机怎么失联呢 就是把那个电池 就不是现在这种智能手机啊 像什么诺基啊 什么开机的状态下 把电池抠下来 然后呢 就是不在服务区 对方怎么打 您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都这个啊 当然我们之间也都这些小办法吧 这些小技巧啊 所以这是有印象的 其实我觉得手机啊 真的要有时有魂的 我觉得对眼睛啊 影响比较大 而且像我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吧 这个黑着灯 有时候我都有的时候 看看那个手机什么的啊 所以这个其实对眼睛不好 再有一个呢 现在我也不能这个关机啊 失联啊什么 尤其像这个中年人啊 国内父母年龄大在家 我现在晚上睡觉也不敢静音啊 就是他万一有什么事 他打电话给你 那你这个静音听不见 你这他那着急 出点什么事 你这很紧张 所以呢 晚上还得开着这种开机啊 包括我大哥 周围的很多朋友 都听他们说过 有的时候 现在还好点啊 以前 电话诈骗那个太讨厌了 你在这半夜 你也不敢静音 你怕国内有什么事啊 父母打电话找你 你就开着 然后那电话 叹啦叹啦叹啦一看 这里是中国大使馆 你当时就一肚子这个羊驼 从你心里奔过去 你真的摁过去 就想破口大骂 那真太讨厌了 那种情况 所以这个是我碰到的啊 但是我觉得我体验过 突然不用手机的这种感受 就是坐飞机 在飞机上呢 如果你手机没信号 我是不开漫游的在飞机上啊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久违的啊 那个飞机后的那个 人家那种杂志啊 拿下来看看飞行杂志 那一翻哎呦 我好几年没看杂志了吧 看看啊 要不就是拿手机 离不开手机怎么办呢 就整理照片啊 我坐飞机上 网络信号没有 就整理照片 哎呀这好点 这张不好删掉 那张几千张照片啊 我平时录的视频不喜欢的 直接就就删啊 就整理照片 干着这个也行啊 那就是你不要在那 离不开手机了啊 而且我看到一些治疗的经验 他们有很多的疗法 其中一个呢 就是你每天固定一段时间 我就离开手机啊 你出去跑步健身呢 你去游泳啊 我就不用手机 我就全程不需要他啊 我就摆脱他 这种是可以的 还有呢 严重的是要吃药的啊 这个美国的 我看到的这 治疗指南是有啊 有这种严重的就是 你离开手机 你会心慌 紧张暴怒 我带留学生的孩子们 哎不是 这个夏令营的孩子们 我发现现在孩子非常严重 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啊 中国的孩子 我看美国的孩子 还没这么严重 就是中国的孩子 对手机这个依赖非常严重 我带夏令的孩子 如果说这个酒店信号不好 这个酒店没网 这些孩子就感觉啊 这个非常的焦虑 焦虑啊 甚至愤怒啊 那种眼神里里里唧唧的那种 非常生气啊 但是一旦有网络 哎呀 就像抽大麻上瘾一样 这些孩子们现在真是太可怕了 这手机的依赖很严重 而且 我以前说过 我接待过的 从国内来的夏令营的孩子 其实他们的父母在国内并不知道 他们到美国来的夏令营 其实有很多时间 就是换了一个地方上网 你在任何你在博物馆 咱们来看看 这是美国的航天博物馆 这个飞机怎么你跟他讲 他就不听 有的就是端着手机 跟着 行 该走了 跟着 在后边举着手机在那看 就是他也不听你讲什么 坐车上也看手机 你到一个什么大学 给他讲个图书馆 坐草地上 行 也在那看手机 所以他就是换地方上网 对他夏令营没有任何意义 这手机这东西真的是太坑人了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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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